爱喝茶的人有福乐 由新北市农业局以及平邻区公所 办理的新北好茶展授会活动 自6月起连续三个周末都有精彩的单元登场 区长也邀请市民朋友届时都来喝新北好茶 开心的享受悠闲的假日时光 爱喝茶的人士千万别错过好时机 由新北市农业局还有平邻区公所 办理新北好茶展授会活动 自6月开始连续三个周末都有安排精彩的单元之外 同时还集结各区好几十个特色摊位 希望邀请大家届时都能一起来喝新北好茶 开心享受悠闲的假日时光 春茶的活动也非常的精彩多元 我们除了6月1号6月2号 在我们的新北市的市民广场 有推出大概60多摊好吃好玩好喝的摊位 邀请大家一起来游戏参与这个活动之外 那我们在6月8号6月9号6月156月16 就是两个周六周日在我们平邻主场都有很多元的茶节活动 有四大主题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新北好茶市集 那还有我们的水岸的活动 包含立奖啦水岸音乐会 都会在这个我们的水岸来举办 那在我们的廟堂 百年的老庙 160多年的老庙 保平公的廟堂 我们也有亲子的游戏 会赠送大家 就是品茶卷 民众还可以借此探索茶香平邻之煤 区长周庆珍表示 活动期间正好巧遇到当午佳节的到来 民众吃粽子时 也因为馅料多少会带点油腻的食材 小小建议市民朋友可以结伴参加 利用闲暇时间到平邻茶香走毒品茶解腻一番 老妈妈真的是用很传统的方式来包粽子 那大家也可以一边吃粽子 而且我们喝茶解腻 我们当天有很多的摊位会给大家免费喝茶 农业局表示 新北最大的茶叶产区为平邻 栽培面积达480多公顷 年产量282公顿 更为包种茶主要产地 市府结合在地青农协会建构打造多元伙伴关系 向新北好茶品牌打造消费者信赖的品牌 推动农业健康式的精神 促进在地产业永续发展 记者洪又贤新北市报道 第七月